就像你们地球上有广为人知的六畜一样 纽斯提亚上也有六畜 之前提到的郭郭智和布斯菲尔罗都是纽斯提亚上六畜中的一种 说到这里你也猜出来了 没错啊 咱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另一种六畜中的动物 布斯巴伐罗 这是一种以草本植物为主食的中型食草动物 听名字就知道他们和他们的亲戚布斯菲尔罗 一同被最早的米诺唐诺斯发泄名训化为了家畜 现在已经是纽斯提亚广泛食用的家畜中的一种 他们主要以草本植物为食 偶尔也会吃一些水果蔬菜和花蕊作为营养的来源 在密尸模式上一天多次密尸 进食的时候会反除 他们是长有多个位的反除动物 进食的频率和时间相对固定 布斯巴伐罗是群居动物 大概20到25头巨的一起形成个群落 但这种群居似乎没有明显的社会性 更加是一种包团趋暖 在进食的时候虽然看上去好像都在吃东西 但实际上有几头是并没有在进食 他们只是模仿其他成员的进食动作 实际上是在警戒周围 您的发现 劣势者就会迅速反应替影同伴 雄性会把雌性和幼崽 换在群体的中间 如果捕食者尝试突入 就会被雄性用脚迎面进行中击 布斯巴伐罗有一种特殊的群体中的交流方式 就是利用耳朵不同的动作 同时发出不同长短的叫声进行交流 既然是群落 雄性之间就避免不了雌性的噤声 更何况布斯巴伐罗还是一夫多妻子的 两头雄性之间的竞争 就是用同样的对角互创 撞击声十分的沉闷 十分势大力沉 这种争斗在发型期间 往往会斗个你死我活 只有胜者才配有交配权 顺带一提 布斯巴伐罗不问雌雄 在发型期间都会焦躁不安 想必你也注意到了 雌性布斯巴伐罗的乳线只有四个乳头 并且分两列均匀分布 虽然数量上在和同类比 相对较少 但是雌性的产奶量却十分的惊人 无论野生还是人工都是如此 而雌性的奶水如果不挤出来的话 会出现涨奶的情况 人工养殖个体暂且不论 毕竟可以通过人为手段来挤奶 但野外没人帮忙 所以在野外布斯巴伐罗 往往会和其他各种哺乳动物混聚在一起 雌性会帮助混聚的幼崽 让不同的幼崽来吸自己的奶 不得不说这种处理方式也是十分的巧妙 驯化后的布斯巴伐罗作为智慧种族的家畜饲养 实际上接受人工饲料 由于在牧场的围栏里或者牛棚里 不需要担心野外环境的捕食者 大家很认为对种群中的雌雄比进行重新分配 所以驯化的个体大多数都不长脚 或者是只长出很短脚 你问长脚的布斯巴伐罗有没有 有 但那是个例 那是用来培养用作斗兽用的斗牛 做到斗兽就不得不提半兽人部落里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奔兽节 这个节日最早其实是某个巨魔部落的成人仪式 成年的巨魔要在草原上奔腾的兽群 或者是身穿极其鲜艳的衣服 不断挑衅一头由年长者抓到的暴怒的猛兽之王 二选一 来证明自己的勇气与胆识 后来巨魔加入了半兽人组成的部落 这个仪式被保留了下来成了一种特殊时间的节日 在早期科技并不发达的时候 布斯巴伐罗也被用于耕地 这种情况在勿绕大陆非常多 不过现在已经被科技所取代了 雄性仅作为肉用动物 而死性则作为产子和产奶的来源 人们对于巴奶 也就是布斯巴伐罗产的奶的应用也是十分的广泛 酸奶奶酪等等各种乳制品数不胜数 然而有些高智慧种族在喝奶的时候会出现窜息的情况 这是因为最早接触布斯巴伐罗的智慧种族 乳糖不耐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